嘿唷 各位晚上好 現在時間是 1點49分好不好 1點49分 為什麼今天是晚上好呢 因為今天我們要去台東 結果 就是我剛剛所播完啊 在我媽環島的影片 播完的時候呢 地震 播都還沒播完 快結束的時候然後地震 然後後來那個新聞上面就講說 因為我本來要騎中橫去台東 因為我落實 後來我想說算了 乾脆南半島下去好了 我本來要三點出發 然後結果現在呢 搞到南半島嘛 所以時間勢必一定要拉長 所以呢 1點49分 我們現在人在殺戮 等一下準備要上西冰好不好 今天的行程呢 預計是先從花蓮開始 會去騎 上次我去騎的 花六四香道 那那條也是一條非常美的香道 然後因為我上個禮拜才去過 可是我那次去呢 其實我是為了騎車而去的 所以我那次去其實並沒有拍片 好啦不要再廢話了 等一下呢我們就 西冰 下一個休息站應該是口湖吧 口湖見 GoGo Justice 1點 3點 You are the light when there is no sun You are the rainbow when the rain is done You are the wind that whistles my name You are the love when the world's the same You are the star that twinkles in the night You are the moon that shines so bright You are the wind that whistles my name You are the love when the world's the same You are the wind that whistles my name You are the love when the world's the same You are the love when the world's the same Yo yo我是魯特 哇最近行程拍的可以說是滿檔 在4月的一開始就是滿滿的東部以及環島 剛剛在沙路上西濱前有提到 在上禮拜去了一趟花東 不過那次沒有拍影片 單純就是為了騎車而去的 優點算是幫自己充電一下的FU啦 所以那一次就沒有帶攝影設備前往了 而今天又是台東 在上一次去完東南橫之後 魯特曾經說一定還會再去台東 東半部的美 正是去也去不完 所以就有了這次的行程 路線方面 這次原本是預計走中橫 一路到花蓮之後 從花蓮往南到瑞穗 里程很簡單 只有短短的不到300公里 不過很剛好的出發前一天地震 天翔有落實 加上剛正完 怕山區不穩定 所以改走南半島出發 從南半島出發就比較硬了一些了啦 沿著西濱往南接到了台霸四縣 到了獄井之後 沿著台三縣從七山進入美濃 再從岩山公路一路往屏東前進 最後從平鵝公路接到了台九縣 進入台東之後再往北到瑞穗 里程會超過500公里 而這500公里也只是剛到台東的距離 也因為路程多了將近一半 出發的時間也就必須提早 因為地震來的突然 當下就馬上在家東西收一收之後 就直接出發了 半夜十二點 自己一個人從家裡出發 很快的再經過了一個小時之後 來到了雲林的口湖休息站 Yo 時間來到了 禮拜一的凌晨三點 剛從台中出發 從沙路出發 然後現在到了口湖休息站 這已經是我每個禮拜 一定要來一次的地方了 然後呢 沒想到在禮拜一的半夜三點 我還可以在這邊遇到車友誒 哈哈哈哈 幹有夠扯的 這個 他要往台南 我突然覺得他很幸福 他只到台南而已 我到台東 幹超累的 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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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他剛才跑過來跟我認清 他原本坐在裡面 對 他原本坐在裡面 對 感謝你 加油 加油 等一下到台南的路站要小心 OK 對要小心 OK 謝謝謝謝 掰掰 如果說在深夜加油站 遇見蘇格拉底 只可以受用一身的保障 那在深夜口湖休息站 遇見重機車友 就是這趟行程中最欣慰的事情了 晚上的西濱真的超級暗的 因為是禮拜一凌晨 大家都還沒上班 所以整路遇到的不管是貨車 卡車 機車 前前後後加起來 應該還組不到一支籃球隊 所以在這邊遇到了 可以打批聊天的車友 有一種互相為對方打氣的感覺 在旅程的一開始 除了擁抱孤單 還有真切的感受到 身邊人際關係的美好 跟車友道別 祝福彼此的旅程一路順風 接下來繼續沿著西濱 接到了台霸四線 最後來到了獄景 到了這邊 橘白的油燈剛好亮了 原本想說到Seven 新入府門市旁的加油站 把油補滿 不過應該是因為太久沒有二四耐了 直接忘記 二四小時營業的加油站 是在走馬賴的加油站 所以又回頭騎到走馬賴的加油站 把油補滿 接著就準備接到台三線了 從獄景的台三線一路起 到了旗山的時候 天已經慢慢亮了起來 其實原本在台中要出發的時候 心中的計畫是 看能不能在日出前 就到南迴公路上 不過出發真的太臨時 已經可以說是說走就走 的等級的出發了 5點20分還在旗山 看到了當下 就想說先放棄好了 不要趕路了 在岩山公路看著日出 應該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所以在接到了美濃之後 在7-7停下來休息一下 YOW EVERYBODY GOOD MORNING 終於可以跟大家說 GOOD MORNING了 因為現在時間已經來到了 5點45分 我們現在人在美濃 剛才從台三線轉到 美濃這邊 等一下呢 準備騎岩山公路 岩山公路一直騎嘛 就台一線 平和公路 南迴公路 然後我們就到台東了 因為有點小趕時間啦 不過我覺得到台東的時間 應該也快 應該也超過10點了啦 所以等下到台東的時候 應該會先小睡一下 睡一覺之後就準備去騎車了 雖然已經一直在騎車了好不好 因為中橫斷掉了嘛 所以原本打算要到 南迴公路上面看日出 可是沒辦法 現在 天已經亮了好不好 現在的天已經亮了 一路上超多蚊子 超多蟲 剛才把橘白插了一遍 還是有一點蚊子 現在時間已經接近夏天了 所以蚊子超多的 好啦 GOGO 時間接近夏天 現在的西濱 蚊子小蟲漸漸多了起來 騎到整台 都快變蚊子車了 甚至再不把大燈插一插 最後感覺大燈會被蚊子佈滿 所以在幫橘白插完澡之後 我也準備了繼續啟程 他又跟上次一樣 在屏東附近迷路 所以這次打開了導航 接下來的路線 沿著台28線 一路接到了181線道 之前在一日中走的時候 我們到了美濃 也走了一小段181線道 只不過那段比較偏向美濃的北部 接到山林區那邊 而這次魯特走的181線道 則是比較偏向美濃的南部 往高速鄉的方向 兩次加起來也剛好把181線道 完整的騎完了 從這邊開始 已經可以看見越來越多 準備上班的人潮車潮 不過太陽還沒有正式起來 所以雖然天空亮起來 但還是灰灰的 在181線道上的視野很寬廣 沿途幾乎不會有什麼折臂物 讓魯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在經過高梅大橋的時候 山的背後 太陽逐漸升起 光線從山後照過來 加上早晨的霧氣 隨著天空亮起 路燈的光線也逐漸微弱 雖然微弱不過依然明亮 洗完181線道之後 也來到了高速翔 從這邊接到了岩山公路 接下來就很無腦的 一直騎在岩山公路 就可以到屏東了 而這條岩山公路 之前的魯特也有來騎過 不過這次到這邊 最不一樣的一點是 時間 兩點從台中出發 來到這邊的時間 也接近6點了 太陽公公剛起床 早上的陽光很柔順 沒有刺眼的感覺 光線變化的很快 一轉即逝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在公路上 就能看見被山切割後的光線 形成了一種 有一點不太自然的集合形狀 但是卻很自然的 發生在自然界中 看到這一幕 我也終於受不了了 馬上停下來 打算這邊飛個空拍機 早晨的光線真的消失的很快 從停車到把空拍機拿出來 大概不到5分鐘的時間 來到不自然的自然光 就這樣子也消失不見了 不過我小灰都飛上去了 就順便把周遭的景色 也一併拍起來 一路上慢慢從黑夜起到日出 這種通常只有在24耐才有的感覺 還是很熟悉的 飛完空拍機之後 我也繼續啟程了 那魯特覺得 岩山公路真的是一條 非常適合像我一樣 可能常常直接三天 甚至是兩天 往返台東的朋友 趕路的路線 一路上沒有什麼紅綠燈 只要稍微注意一下 車速照樣機就OK了 不過在早上會有許多的砂石車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在早上的5、6點 經過這邊的話 還是要注意安全 騎在岩山公路上 從高速鄉開始 一路上經過三地門 馬加泰武來翼 雖然騎到了這邊 也騎了接近5個小時了 不過身體目前還沒有疲累的感覺 聽著音樂 時間也算是過得蠻快的 很快的我也從春日香 接到了平和公路 接下來打算到海豚岸7 稍稍停下來休息一下 Everybody good morning 7點50分 我們現在在海豚灣的7 今天的海呢 我第一次看到這邊的海 就是漲潮 它有點漲潮 所以離我們非常的近 之前都沒有這樣子 之前都是在海岸線 都在非常的下面 之前很多人都會下去玩 可是因為現在太早了 所以都沒有人 我就在這邊休息一下 看一下海好不好 非常的療癒啊 騎了快6個小時了好不好 今天的海岸線 非常靠近岸邊 可能因為在魯特出發的這一天 有颱風的外圍環流經過 所以浪花真的是超大的 在這邊喝個咖啡 簡單休息一下之後 我們也準備的繼續騎乘 雖然跟預期的行程落差蠻大的啦 不過一早的平和公路 還是沒有讓我失望 好啦 然後我們在這邊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要繼續出發了 其實這次走 這次我們往台東的路線 就跟魯娘環島那一次是一樣的啦 西濱嘛 然後又有平和公路 然後等一下呢 就是要接台九線 不過其實我這次本來 蠻想要去走那個中橫的 因為它現在那個 上面有那個高山杜鵑 就是過了昆陽之後 它那邊有很多花都開在那邊 可是沒辦法 因為昨天地震的關係啦 然後天翔那邊有落石 如果走中橫的話呢 我就只能到天翔 然後又要再返回台中了 所以這次我覺得蠻可惜的 不過沒關係 下一次有機會我們再走中橫 等一下又是南迴公路 又可以看海了 非常的開心啦 等一下準備出發 GO GO 天宮藍得很徹底 從平和公路上的標線 到岸邊的海岸線 最後是天邊的天際線 進入西班部前的平和公路 這種山的冷線 氣勢雄偉 加上海洋的富麗之美 就算騎了7個小時 到了這邊 疲累感也早就忘得一干二淨了 從平和公路接入台九線 穿越過高級南迴公路 我們也正式進入台東了 今天的南迴公路非常的特別 因為浪真的太大了 拍打在岸邊的時候 見起的浪花 會灑到身上的那種 時間到了這邊 接近早上9點 太陽很大 不過因為浪花會噴得全身都是 所以騎在這邊 反而沒有那種很濕很黏 會不舒服的感覺 反而是很舒服的 GO PRO也因為一直見起的浪花 鏡頭糊了又輕 輕了又糊 一早的南迴公路 就讓魯特的頭一直往右撇 海浪的氣勢有如萬馬奔騰 一直拍打在岸邊 從公路上往前看去 整條南迴公路 就像是籠罩在一片白茫茫的霧中 海洋的顏色 除了電藍色 還掺雜了一點水藍 蔚藍 碧藍 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藍色邊境 經過藍色邊境 進入市區之前 停了一下之前和我媽環島時停了全家 在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就準備繼續出發了 最後把南迴公路騎完 進入台東市區 時間也來到超過10點 原本預計的華六四香道 就這樣組建母湯 因為車程的關係 從台東市區要騎到瑞穗 時間大概還需要2個小時 所以華六四香道 只好在旅程的一開始 就留點遺憾 下次再去了 哎唷 時間來到了11點17分 然後呢 我現在終於到台東了 剛才騎那個南迴公路 今天風超大的 然後它那個岸邊的那個浪啊 整個全部就是 有點像是長浪的那種感覺 就是打在岸邊 那個浪會整個漸起來 然後就是淋在我身上 就感覺很像下毛毛雨啦 所以剛才橘白呢 非常的髒 已經髒到爆了 在台東有開車廂的朋友真好好不好 在這邊洗車把橘白洗乾淨了 它現在變得超乾淨的 它原本一開始不是長這樣的喔 它原本一開始是 我拍照 好不好 請看照片 然後呢洗完之後它就變這樣 非常乾淨了 感謝我們的 重廷兄好不好 抱歉 各位又是我 等一下去哪裡 等一下我們去陸野的太平山飛行場 走一走 那我們原本講好 要從副里走的那個 東副公路 對 回來到台東的太原 然後會再接到台11線 再回來台東 這樣子走一圈下來 原本今天那個行程一開始 最一開始是我走中橫下來 我們直接在玉里見面 然後走花六四 你要走中橫下來 會走到長虹橋 對 我們要在長虹橋後面接花六四 然後結果 那個昨天他媽地震 弱死 哈哈哈哈 為什麼啊 地牛看到你的影片在哭啊 因為昨天首播我媽那個影片啊 大地動容好不好 哈哈哈哈 大地 地牛看到你的地牛在那裡 欸我這樣講會不會有報應啊 不要不要這樣講好了 就是 呃 天佑台灣 是好險沒有什麼很 對 是好險那時候已經是11點了 一切都還很OK 那上面也都沒有人 都沒有怎麼樣 就只是天翔那邊被 被落石擋住了嘛 所以他沒關係 我就直接半島也OK啦 這個人就跟我說半夜奧 既然落石掉了 那我現在出發好了 我走南魂 我靠 這個人是用不用睡覺的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次要 很奇怪的是 我都現在精神還很好 我也不知道什麼 回光返照 南屯拍出所 麻煩來驗個尿好不好 不要亂講 來驗啦 台中人都帥哥 來驗啦OK的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要先去Seven 因為我還沒有 對我還沒有吃東西 所以我們等一下先去Seven GOGO 與台東幫的老班底集合之後 順便把橘白上的海水沖掉 接著 我們到了附近的Seven吃個午餐 就準備展開今天的行程了 原本想說 再到台東之後 先小睡一下 結果下車了之後 完全沒有累的感覺 所以就不睡覺了 不過魯特在這邊也呼籲一下 就是 其實如果真的很累的話 一定還是要停下來休息 不休息騎車真的沒有比較帥 在Seven 其實我原本也想說要睡一下 結果趴下去之後 精神還是一直很好 身體狀況也都很有力 還可以走直線 所以在吃飽之後 也評量完自身的狀況 時間在這邊也來到了12點 就打算繼續出發了 因為沒辦法前往花六四翔道了 所以打算換個Plan B 如果你之前有看過魯特的影片 也就是台東的南橫公路向陽段 在那部影片中 那時候魯特去住了我高翁同學開的民宿 那時候他給了我兩個台東的私房景點 不過那次礙於時間 沒辦法跑完全部 所以就打算這次前往啦 接下來的路線 我們沿著台九線 往陸野高台前進 雖然說真男人都要騎197線道 不過因為這次我們要去了點 是在比較靠近西側 算是介於海岸山脈 與中央山脈間的華東縱骨 從地圖上來看 如果走197線道 距離真的會拉的蠻長的 所以最後就選擇這次不當真男人 走了台九線 其實在台九線上 這條路是全台灣最長的公路 全長接近480公里 北起台北市 南至屏東峰港 算是一條從北到南 縱貫所有東部縣市的一條公路 北宜公路 蘇花公路 花東縱骨公路 南迴公路 就包含在這近480公里的公路內 台一線之於西部 好比台九線之於台灣東部的感覺 而這次我們騎的路段 則是從台東火車站附近 往北到路野 算是花東縱骨公路的南段 整路可以看見狹長的縱骨平原 全線被山崖圍繞 所以也有人把這段路 乘坐是綠色公路 一路從北南鄉 我們騎著綠色公路 接到了東山山鄉道之後 經過了之前去過的路頂祭茶莊 龍田綠色隧道 雖然接近一年沒有來這邊了 不過這邊的景色還是一樣 停留在記憶的那一天 所以騎到這邊的時候 算是有一種蠻懷念的感覺啦 最後我們也來到了鹽坪鄉 從台東火車站出發 大概騎了超過25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目的地的山腳下 他說這裡 12點45分了 然後我們剛才在Seven吃完東西了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出發了啦 我們現在在鹽坪鄉 然後等一下要去的那個地方呢 是就是我上次來台東的時候 我住我高中同學開的那個民宿 然後我不是說他有介紹我兩個地點嗎 這個地點就是他其中介紹的一個地點 就是一個叫太平山飛行傘的地方 聽說是可以看到整個路野高台 身為這個台東人也沒去過好不好 你不要再這樣講我了 呵呵呵呵 不是啊你們兩個台東人都沒去過欸 不對吧 其實他上個月才新開的啦 喔上個月才新開的是不是 上個月才新開的啦 對啊因為上個月我才知道嘛對不對 對上個月新開的 新開的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一下他新開的感覺如何啦好不好 乖我們去看看吧 GO 好那我們現在要準備出發了 GO GO 今天我們要去的地方在Google Map上 是一個叫做太平山飛行傘飛行場的地方 有點饒舌啦 比較特別的是以往的旅客到台東的時候 相信很多朋友都會把路野高台放在旅行清單中 算是一個必去的地方 而這個太平山飛行傘飛行場 則是一個比路野高台還要高的地方 那出發前魯特也在那邊提醒大家 因為這邊在旺季的時候 會有遊客騎降飛行傘 所以在前往的時候呢 也盡量以不要打擾到當地業者為主 不過我們今天前往的時間點 剛好是個平日 也不是台東的旅遊旺季 所以很幸運的一路上都沒有車 從龍田永安道路我們左轉永安路 接著就是一條蜿蜒的產業道路 這條路上都是水泥鋪裝的路面 汽車、蘇克達、機車都可以上得去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路幅真的非常的狹窄 車側的右邊非常靠近路圓 車側的中間布滿了青苔 而車側的左邊則是井陵山壁 從山下往山頂騎 我們會在短短的5公里中 從平地的海拔大概300公尺 一路爬升到最高點的916公尺 所以這一路上可以說是陡坡 加上無止境的髮夾彎 不過也因為這樣 這一條路給了我一種做夢般的起飛感 從畫面中來看 因為路途真的很陡 所以在往上騎了不到5分鐘 馬上就可以看見整個台東逐漸變小 視野也越來越像空拍機的視角 而溫度 可能是因為魯特區的時間點 剛好是剛過中午 所以其實不會感覺到冷 如果你有騎過中橫的話 那種溫度的感覺大概就是在濾水的時候 不會冷也不會熱 但是還蠻舒服的 而如果硬要說最難的一段路的話 因為這一段路沒有里程編號表 所以這邊用時間來代替 就是在剛往上騎的9分鐘之後吧 遇到的一條小路 雖然是直線 不過因為中間是蠻大顆的石頭 所以也不太敢橫跨車側騎到左邊 所以就只好乖乖的騎在右邊 讓3B上的樹枝儘管來打我 在這邊整個陸野高台 陸野溪 台9線 197線道 台東市區 甚至天氣好的時候 連綠島都能一次進收眼底 有一種全世界都在我腳下的感覺 騎了大概15分鐘 最後來到了整段我覺得最特別的一個地方 就是一條廠上坡 兩旁是被除草過 植物高度不會擋住視野的草叢 最後來到了一整塊的草皮 非常的遼闊 從下面往上騎 是看不見頂部的 所以當下魯特騎到這邊的時候 其實完全不知道 自己現在背後的景色 是實屬的大景 魯特曾經看過一句話 就是站的越高看的越遠 而今天的狀況 修改一下這句話 騎的越高看的越遠 而不管是站的還是騎的越高 除了要看的越遠之外 更重要的是在高處那種 可以讓我們自己心境提升 站的越高除了要看的越遠 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越看見自己的渺小 哎唷時間來到了 1點10分了 然後我們現在在太平山起飛場 就是高雄同學跟我講的那個地方 我跟各位報告 我這邊真的超漂亮的 有沒有看我後面好不好 超漂亮 這可以看到整個台東市區啦 這個 這邊應該是台東市區啦 然後 這邊可以看到有一條 有一條路有沒有 這就是我們剛才騎過來的路 台九線 從下面騎上來啊 我覺得他的 他的路不難啦 可是就是彎很多 然後潑蠻陡的 他髮夾彎很多 他的路幅沒有很寬 有些路段 甚至還有一點小小的落石 然後那個落石呢 已經被集中在路的中間了 所以如果你要騎上來的話 左右兩邊的話 我覺得靠左邊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你是上來的話 靠左邊騎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靠右邊騎啊 離那個旁邊那個牆壁啊 超近的 感覺都快撞到那樣 開車也可以上來 像剛才我們騎上來的那段路啊 就是一整段路 我們大概騎了15分鐘內就可以到了 這是最後上來的那一段路 我們從下面台東市區過來 然後上來這邊 非常的空曠 什麼遮蔽物都沒有 就可以直接眺望全部 然後今天的天空 稍稍有一點霧霾 不過這個霧霾不會很重 都還看得蠻清楚的 不過如果你要來的話 我覺得垃圾不要亂丟 絕對不要亂丟好不好 這是一個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啊 可以看到這邊有人在 他們在除草 在整理這邊的環境 你看整片都是草皮 綠油油的草皮 綠油的草皮 真的超美的 好像很多人都會站在這邊拍照啊 以今天這樣來說 這個溫度算是很OK的 就是騎車的話 我覺得大概23 22不會太熱 就是其實還有點涼 可是一上來之後呢 就會有點冷 所以如果你有來的話呢 我就還是要穿一個外套 會比較OK 另外一點是騎上來的時候 剛剛我在路上 在那個水泥鋪裝的路面上啊 耳鳴了兩次 就要用力吞口水 耳朵才會聽得比較清楚 所以如果你有上來的話 這兩點我覺得是比較需要注意的 然後上面的風景 超漂亮 一定要來 GOGO 而在這邊剛好遇到了除草的大哥 只能說在這種背景下 連除草都是一件非常帥氣的事情 這裡有一個很奇怪的魔力 這裡怎麼看都漂亮就算了 這裡人怎麼站都帥 我們連一個打草的大哥 帥慘了 天哪有夠帥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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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欸 我覺得他超帥的 我決定還把它射一張好不好 看到了兩隻老鷹好不好 這是老鷹 超美的 他們就直接在這邊飛 這兩隻 這一隻和這一隻 這邊我真的是蠻推的 不過上來的路啊 真的要小心 然後我們在這邊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要去下一站 拍二三線 太原油 我們下一站見 GOGO 準備離開太平山飛行傘飛行場 如何覺得山上往山下的路 比沖山下往山上的路 更讓我驚艷 再把橘白掉頭之後 面對的就直接是一整片壯麗的風景 接著面對一整片花東縱骨往下切 即將離開太平山飛行傘飛行場 這邊再呼籲一次 就是如果要前往的朋友們 切記不要打擾到了當地的業者 在出門旅遊的同時 懂得尊重別人 當一個有品味的遊客 離開了太平山 接回了舊台九線 接下來的行程 我們準備前往東復公路 經過了充滿回憶的 甜媽媽婦姐風味餐 正義茶園 而路線呢 因為這次在從太平山飛行場下山之後 會從路野的位置出來 所以在接到了台九線之後 我們一路往北 沿途經過觀山池上 進入花蓮 來到了富里 在路邊稍稍換個電池 我們從台九線接到了東復公路 這邊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 雖然路標上標示著 東河16公里 不過離我們印象中的 台十一線東河 還是有點距離的 因為台東的地理位置 狹長 所以其實還有將近 40公里的路程 時間 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開始的東復公路 就是以一個開闊的稻田景觀 來迎接我們 而每次騎到花東的台九線 魯特都會覺得 東半部真的是很長 不過只要記住一個口訣 從北到南 吉安壽峰鳳林光復瑞瑞玉里 富里 其實好像也不是什麼口訣 就只是單純的把地名念出來而已 而我們今天要騎的東復公路呢 就是這個富里的富子 花東有4條算是比較大條 騎人起來沒有壓力 橫跨海岸山脈的橫向連接道路 這4條分別是 連接光復到封濱的台十一甲線光峰公路 瑞瑞到大港口的 花六四鄉到瑞港公路 玉里到長濱的 直言魯特也來過的 台三十線玉長公路 最後則是這條 台二十三線 富里到台十一線東河的 東富公路 連接花蓮富里 以及台東東河的主要公路 所以也有人 把這條公路 稱為富東公路 名字雖然相反了過來 不過都是同一條路 在替代的玉長公路出現之後 這邊的人車也越來越稀少 全長大概45公里 是剛剛說的那4條 橫跨海岸山脈橫向的連接道路中 距離最長 海拔最高的公路 沿途的景觀可以看見 峽谷平原山暖 除了景色變化得非常快 聚落稻田 美景如畫 從富里的方向出發 在終點的太原 跟是猴子聚集的地方 這邊指的猴子呢 是真正的那種猴子 不是那個猴子 除了猴子 還有太原幽谷 有一種在寧靜的東半部中 發現世外桃園的不真實感 硬要說那種感覺的話 就是自己目前已經在一個秘境之中了 但是卻又在這個秘境之中 發現了另外一個秘境 很可惜的 剛進入東河鄉之後 雨滴開始落下來 看著東河方向的烏雲 就知道事情大條了 從一開始的小雨滴 到跟豆子一樣大的雨滴 這時候心裡只想著 這雨要是下在台中那該有多好 希望自己可以帶一點雨水回台中 所以就乾脆直接從富里淋到東河 結果沒想到 在準備進入泰伍市區前 我們被管制站攔了下來 五點喔 有其他路嗎 有阿 可是最漂亮的就在這邊對不對 對啊 幹 整段東赴公路中 最讓魯特期待的 除了稻田 接下來就是峽谷了 沒想到就在要抵達 我最期待的峽谷部分之前 被管制了 時間才剛接近4點 代表著我們要等一個小時才會放行 看了一下Google Maps 還有一條狹長的7塊錯產業道路 不過因為下著雨 路況也不熟 所以就乾脆讓重庭 在這邊的路邊飛個空拍機 而魯特也順便在路邊休息回個留言 之後再準備繼續上路 回著留言等待開放的時間也算是過得很快 重新開放了之後 我們也繼續啟程了 穿越過太原經過燈仙橋 原本猴子聚集的地方 今天一直都沒有 不到10分鐘的時間 我們也來到了太原幽谷 雖然飄著毛毛細雨 不過魯特還是決定在這邊飛個空拍機 太原幽谷位在海岸山脈 與華東縱谷的過渡地帶 綿延接近4公里 周圍群山環繞 加上馬五西的輕蝕作用 進而形成了峽谷的地形 所以在這邊也有小天翔的稱號 而魯特覺得這個優質 真的是超級符合這邊的氣氛的 停下車來周圍非常的安靜 雖然在馬五西畔沒有流水聲 靠近11線也沒有車的喧囂 臨近太平洋也沒有海浪敲擊海岸線的聲音 當下只有那一點點雨滴落下的聲音 幽靜、優雅之外 還有優秀 飛完空拍機 剛好猴子也跑出來了 你叫什麼名字啊? 太子做那個表情 怎樣怎樣 太子這樣 太子這樣 同學 太子這樣 對啊 兄弟 表演 他想要偷翻我東西 蛤? 欸欸欸 喔吃果子吃果子 他真的在嗑瓜子欸 嗑爆 我二機錄你 兩台機器都在錄對著你 你跑不掉 抓屁屁抓屁屁 腳蹭腳 欸他是白腳啊 他們都知道有人要來找他們 他們都不會怎樣 這隻感覺很兇欸 超粗的 你的手 感覺超大隻 對啊 這隻應該是猴王 喔喔喔喔喔 全部都過來了 怎樣 這樣是怎樣 這樣是對我們有敵意嗎 對啊 怎樣怎樣怎樣 英雄內戰 在這邊跟猴子玩了接近半個小時 我們也準備離開太原幽谷 接回台11線 打算沿著台11線 一路回到台東市區吃晚餐 經過很常來的東河 魯特覺得如果時間不允許 其實也不用像這次一樣 一定要把東復公路 全部騎完 東復公路很剛好的 就是在富里端的稻田 美景如畫 還有東河端的太原幽谷 室外桃園 時間如果真的不夠的話呢 可以分別往富里或是東河 這兩個方向騎進去 再騎出來就ok了 那今天的行程 從台中臨時決定2點出發 到太久沒24奈 忘了加油的預警 迎接晨光的延山公路 未來海岸線的平鵝公路 進入染色邊境台東 空拍器視角的太平山 最後到雨站太原幽谷 算一算也超過29個小時沒有睡覺了 掛上機車就是會有一種魔力 怎麼騎就是不會累 不過我在最後吃晚餐的時候 直接進入了迷流狀態 相機拿在手上都忘了拍 可以說是把這一天 發揮的淋漓盡致 所以晚餐的部分 下次魯特再來到台東的時候 會再來介紹給大家 明天我們即將沿著原路 從台東回到屏東 沿路神路台東以及屏東 有你從來沒有遇到 有你從來沒有遇到 你不能給我答 有你從來沒有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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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來沒有遇到 大� könnt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